蒋丁甫这本书呢 要写一个传世的大的 这个近代史呢 机会是永远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当然这是他的遗憾 这是毫无问题 你要知道 做一个学者 每个学者都有遗憾的 没有遗憾的不多的 他这个是少数的 著名的学者当中 在注重上留下这么少 而他想写的一本大书 未完成 这是个大遗憾 丁先生 各位好朋友老朋友 也有一些新朋友 我知道今天 有的限制 大概只能 不能超过五十个人 不过想呢 你们是不是还有 还有转播是吧 我来讲这个事情呢 我曾经考虑过 要用什么话 虽然我的广东话 不算很好 但是呢 也还不错 但是刚才听到那个 丁仙炮先生 他用广东话讲了以后呢 我就不能用广东话了 我随意用普通话 可以啊 今天我要讲的呢 就是刚才丁仙所讲的 是一本很薄的书 蒋丁府出版的 这个中国近代史 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 是因为邱国光先生呢 他差不多一年 将近一年 将近一年半之前 差不多 跟我联络 希望我提国事教育中心 做一个演讲 很坦白讲 我自从 到了八十岁以后啊 我能够推 我都推的 能够推 我一定推的 后来我答应讲 讲什么的国史 这个时候呢 武汉的重文书局啊 是一个古老的书局 非常好的一个书局 他们给我一封信 说呢 他们要重版了 蒋丁府的中国近代史 但这本书呢 已经差不多八十年了 八十年了 因此呢 就希望我写一个常序 或者导演 那么我一听到这个事情 哎呀 好像回到历史的样子 这个蒋丁府的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 因为我啊 知道这个1965年呢 是蒋丁府先生去世了 而我的书呢 我的一本 从传统到现代这本书呢 是1966年出版了 所以我跟他们一见过面 但是在我写 从传统到现代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也看过他这个书的 我也把他的书里面 有一段呢 引到我这个书里面去的 但他是一个历史学姐 我是一个社会学者 所以我写的 谈这个中国现代化是不一样 但是呢 有很多交集的地方 我发现他呢 在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有前瞻性 很了不起的一个学者 那么我一听到以后 我说好啊 那我就帮他写 我就答应 就问我说 我是不是就用蒋丁府的本书 他说可以 结果呢 不久就疫情来了 这个Covid-19 这个新冠病毒一来之后 我很坦白讲 整个世界开始变化 香港当然不能避免 一样变化 我们现在的新常态 是基本上大家不见面的 新常态 那么今天呢 我们能够 有50个人的违宪呢 已经是非常 不错的一个安排的 但是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呢 今天能够办 差不多一年 恐怕你跟我最早的时候 还不是今年1月2月 好像还要早 是去年的12月 好像是这样 而我呢 那篇文章呢 写得很长的 也差不多将近 一万五千到两万字 结果呢 我就寄给了他 寄给他以后 我告诉他 我自己要出一本新书 会把这篇文章收进来 结果这本书呢 前几天呢 出版了 在香港 这本书呢 名字叫做 百年中国 学术与文化的变化 那这个 蒋经府的里面 是其中一篇文章 很坦白讲 我发现了 把这篇文章放在我这里面 很恰当 因为我整个讲 中国 我这个副题呀 是探索 中国现代文明的 一个次序 怎么样建设 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 因为 蒋经府先生讲的 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化 那现代化的目的是干什么的 现代化的目的 不是单单讲富强啊 最后 是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 中国现代文明 因为我们过去的文明呢 基本上已经被 慢慢慢慢 被调整了 甚至于说 很多地方已经变了 最根本的讲 我们过去是个农业文明 现代化之后 是个工业文明 现在是工业文明的后期 当然还有很多期了 这个情形是 两个不同的文明转变 这现代化 主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建造一个 中国现代文明的时序 大家了解 什么叫现代化 最后 基本上 我们过去的时代来 是一个农业性的文明 不是好坏的问题 就是性格已经变了 而我们现在去追求 当然你今天说是 科技文明 更说的比较恰当 但实际上呢 科技文明也是 一个工业文明的一部分 所以 我今天呢 还是照以前那个 我答应这个 邱光先生来讲 那个稿子来讲 内容的话呢 基本上 假如是更正确的话 我到 提自己的书 做一个宣传 可以买来看看 不是在做的 因为我今天带的不多 要不然 丁心炮先生 我都可以送给你们 不多 他送我的几本 那么 印得很好 印得很不错 这本书呢 刚才我讲的 讲的一部分 是哪一年写的 1938年 在我出生前 出生以后 这个三年 第三年出版 1938年 所以很久了 不止80年了 这样看起来 因为我都85岁了 我是1935年 所以是80多年 这本书一发表的时候 那个是他几岁 江青虎大概43岁 这本书一发表之后 很快地受到 当时的知识界的 注意跟欢迎 所以第二年 商务艺术馆又再版了 其他重庆的青年书店 也把它重印了 所以可以说 是一个非常 当时受到很重视的一本书 那我也告诉大家 1938年是什么年份 1938年是什么年份 1938年是 七七抗战之后的第一年 1937年是抗战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 可以说 中国是处于一个 非常危机的时代 国家遇到了大危机的时代 那么 他这本书呢 写的东西呢 很坦白讲 不但是讲到这个一百年来 他那个一百多年来 近代史的情形呢 也看到 未来的发展 因为他 就在这个近代 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出版这本书 他认为呢 这个 中国应该是有前途的 所以这本书 在抗战的时期 初期啊 是发挥了一点 安护 安抚这个我们 振奋这个我们人心的 一本书 这个读者不只是 纯粹的 学习界 是一般的民众读书的 这本书写了以后呢 那43岁呢 蒋廷虎先生 这位先生呢 就没有再写历史了 他怎么写历史呢 他自己参与到 国家的外交工作上去 所以参与自己 用血汗呢 来铺写 真正的中国的近代史 而书呢 是写到1938年写的 蒋廷虎先生呢 对了 哪一位示意啊 刚才 你告诉我一下时间 你觉得时间差不多 我还是 讲了这么久的话 你回来 因为很多东西啊 我这个退休之后啊 我自己觉得 最好的事情就是 我可以不按时间啊 因为以前是上班的时候 开会都要终终 看什么时候 所以我这个养成习惯了 也就是说 用我的那个退休的特权啊 就不大管时间了 所以你一定要提醒我一下啊 蒋廷虎先生呢 一生呢 我认为他的志业 属于两个世界 两个志业 一个是学术的 一个是政治的 他是在学术世界 跟政治世界之间的 那么哪一年他开始呢 这个 从学术啊 走向政治呢 就是我出生那一年 1935年 1935年 蒋廷虎啊 他从学术世界 走进了政治世界 这一年呢 他从哪里去 离开呢 他是从清华大学 他清华大学 离开清华大学 到政府里做事 他是受到蒋介石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 一般人都称他为 蒋维院长 General Lisbon 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邀请他呢 到行政院担任 政务处处长 市长做 政务处长做了一年之后呢 就派到朱苏大使 朱苏大使 苏联的大使 而他一生当中 非常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外交使 所以他是很懂得外交的 所以他 1935年 从清华开始以后 进入了政府 那是受到了蒋介石 这里面 顺便我会等下谈谈 蒋介石 对学者的 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在1938年呢 他朱苏大使 又不做了 又回来了 1938年呢 他1935年开始 进入到政治界 然后大概1936年呢 去做朱苏的大使 1938年呢 朱苏大使退下来了 退下来什么呢 等待新的任命 等待新的任命 我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 我到自从80岁以后啊 常常有咳嗽 尤其新冠病毒之后啊 我很怕 别人怕我了 哦你咳嗽了 很怕 不过大家放心 我们距离很安全 其实呢 老年人以后 常常有这咳嗽的事情 所以1938年呢 他在武汉呢 等待新的任命 新的任命呢 这个时候 他在武汉的汉口 武汉山镇嘛 他在汉口 就在这个时候 他要将去 接任新的工作 也就是说 重新 回到新政院 做政务处处长 那么他有三个月时间呢 比较空闲 或者比较安逸吧 你工作的时候 很忙啊 这个时候比较清闲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批学者 发起的有一种写 出版那个小重书 哪些人办的呢 我想在座的很多历史学家都知道 陶锡胜啊 吴锦超啊 陈志曼 他们几个呢 就邀请了 他们要出一个 叫一文重书 请他写 将近五万字的一本书 五万字当然 是很薄的了 蒋顶甫的 中国近代史 就是这样产生的 就是他休息的三个月当中 去写这个一文重书 他就写了中国的近代史 三个月时间 其实不到三个月 他写完的 1938年 他写了这么书之后 一直到抗战胜利 那到时候呢 1945年 他没有 再没有一天呢 有机会 在书桌上写些东西 都是搞公文 因为在 1938年以后 一直到1945年 他始终 没有脱离 国民政府的 公务员的 这个行列 没有 始终在公务里面 也可以说 那个时候是一个 烽火连天 烽火连天 你当然很难 写东西的 同时他尤其是在 有公务 都没有时间 再写东西 那么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之后 是不是有时间 可以写呢 的确他有意思 想写 但是呢 抗战结束之后 他也是 几乎是 无缝接轨的方式 接受了政府的 另外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 比如说那个时候 行政院有一个 善后 这个救济总数 行政院的善后 经济总数 我告诉你 你们这里有在做 有中文大学的 那个时候 我们创校校长 李作敏呢 也是在那个总数 做过事情 就是他们 他们属于那个时代 有一部分 蒋先生比他年纪大得多 比李作敏先生也大了 他做了这个 救济总数 庶长之后 他又去 做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 时间做了最久的 驻联合国代表 就中华民国派在 这个联合国的 常驻代表 这个是他 在公务上面 最出名的 因为他每一次 开会的时候 包括他的很多 有名的控诉案 对苏联的控诉 中华民国那个时候 已经不是很强 弱 但是他的控诉案 是每一次都是轰动的 很厉害 所以很多外交界的人 对他非常佩服 他做了这个 联合国常驻代表 是从1947年 一直做到1961年 然后就做 驻美大使 从1961年到1965年 做驻美大使 然后他退下来 这个时候退下来的话 他认为 那我也好好的 从政治世界 回到了学术世界 也就是说 从他的政治的志业 转到回到 他的学术的志业 Vocation 他们本来是希望呢 重新回到 当年比如说 那个学术的 安静的世界 特别他想到 那个时候的 台湾的 南港的中央研究院 去这个 尽尽地 把他这本书啊 把它完成 但是呢 他1965年退休 但是不到几个月 他还没完成 克伦比尔大学 对他的口述 这个历史啊 也就是回忆录 口述历史 没做完了 他就病故了 所以他的 一生呢 就在 基本上退休那一年 以后不久就去世了 也就没有再回到 中央研究院 也就没有办法 再重新回到 学术的世界 重新来这篇 写这个中国的近代史 而 他这本书呢 就 变成了 蒋定福一生当中 真正是他代表的 一本学术的著作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学者的 非常少的现象 他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一个学者 但是 真正出来 写的 编的不算 写的话呢 就是这本书 所以这是很少的 所以这本书呢 小书 便成为了 这个一代学人 蒋定福 流世传民的 代表性的著作 1949年 1949年 大家把时间回到1949年 那个时候呢 国民党已经从大陆 撤退到台湾了 所以台湾的启明书局啊 把这本书啊 重新安排 启明书局 把它出版了 出版以后呢 他就写了一个序 小序 就是过去的 他序的意思 他就说 讲明他的学术的一种愿望 他说啊 我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啊 原来就想花十年的工作 写一部中国的近代史 抗战以后呢 不是1935年 他清华离开以后 进入到这个国民政府嘛 1937年就开始 抗战爆发了 那抗战以后呢 我这个写作计划 看来一天 机会是一天少了一天 他说我呢 在汉口的那个几个月 有了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 我就把我自己的 当初能够 对这个中国的近代的发展 一个观感 也基本的 我就简略地把它写下来了 所以呢 他说我希望大家 大家知道读者 这个是我 写中国近代史的 一个初步报告 他这是我的初步报告 从这个小序里面呢 这个小序这里还登出来了 从这个小序里面 我们知道呢 蒋亭甫呢 非常希望 喜欢他的读者 这是他指示 研究他整个 中国近代史的 一个初步的东西 不是最后的东西 那么他本来是想 完成一步 真正是可以 传世流明的 他的观念 传世 但现在也传世了 真正想传世的 他认为那个时候 这个书 还不能够传世 不能算传世 很想写一本 有权威性的 中国近代史 蒋亭甫呢 这本书呢 要写一个 传世的 大的 这个近代史呢 机会是永远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当然这是他的遗憾 这是毫无问题 你要知道 做一个学者 每个学者都有遗憾的 没有遗憾的 不多的 没有遗憾不多的 不不 我心里想 最近有几个学者 大概可以 没什么遗憾 就算是我 我也算很认识的 钱穆先生呢 遗憾也不多 也没真正完成 他最后 写天人和一观呢 他认为也是 他最后的 就是 就是 天耀之歌嘛 这个差不多可以 没有什么遗憾 你像西方的 尤其我大文学家 像格德呢 更没有遗憾 差不多该写的 都写的 但是很多人是 有遗憾的 他这个是 少数的 著名的学者当中 在著作上 留下这么少 而他像写的一本大书 没完成 这是个大遗憾 我很疼 这是大遗憾 不只是他的遗憾 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遗憾 但是呢 这本书虽然小 可是呢 他自己把它看作 一个初步报告 可是 在史学界 他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地位 我举个例子 他这本书 1938年出版 抗战胜利之后 到了台湾 中原研军恢复了 那个时候选院士 在1958年 蒋丁府 就被选进 中原研军院 第二届的院士 为什么第二届呢 因为内战的关系 当中断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是第二届 就当选了 这个当然 这个史学界里面 你能够进入到史学界里面 当选院士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 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 真正当家做主的话 在史学界的话 那是傅斯年 胡思 李继之 这些大 所谓大人物 他们那些人 他不喜欢你的话 你进不了的 举个例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钱穆先生 几年就进不去 几十年都进不去 钱穆先生到了1958年 不是58年 才当选 我举个例子 但对蒋廷胡先生讲的话呢 他倒是第二届 他就当选了 那么中央研究院呢 这个近代史研究所 大家知道 有个所长 很有名的 就是郭廷仪 郭廷仪 他的那个中国近代史 非常厚的一本书 那当然是 大家认为是一个巨座了 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郭廷仪教授呢 就推许 推崇他 推崇蒋廷胡 在中国近代史上呢 那种开创风气 的一个作用 把他看作是一个 开山人物 他说 我用那个郭廷仪讲的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 蒋先生 我是一直指蒋廷福啊 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 近四十年来 蒋先生在这方面 最大的贡献 是开创新的风气 把中国近代史研究 带入到一个新的警戒 特别是 给我们新的方法 和新的观念 这是郭廷仪讲的 后来我又看了 郭廷仪以后的东西 郭廷仪认为 蒋廷福先生 很早以前 跟罗家人两个聊天 一九三几年 就是说我们将来 他们预备合作 写一个中国重要的 现在的史 还特别叫 郭廷仪 他将来 你来帮我们忙 当初是有这个意思的 但后来 因为 整个事件的发展以后 他也去从政了 也没有完成 等到他退休不久前 蒋廷福又提出来 他希望回到中央 这个南港 将来再找 这个郭廷仪 帮忙 郭廷仪也很高兴 也答应了 但不久他死掉了 所以呢 郭廷仪呢 可以说是 对于蒋廷福先生的 中国近代史 是了解最多的 我也可以这么说 郭廷仪写的 中国近代史的话 应该是最接近 这个蒋廷福先生 这种 这个学术观点 郭廷仪把这个 蒋廷福这本书 认为他有 中国近代史 近代史 是有开山的一种作用 这个情形 使我想起 等于那个时候的 史学界也好 哲学界也好 把胡思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了 看作是中国 哲学史研究的 开山人物 都是开山的 因为中国哲学史 以前没有人这样写的 你看看那个 胡思那个 那个书的 蔡云培的序 以前没有人这样写的 他是开山人物 郭廷仪认为呢 蒋廷福在 中国近代史上 也是一个开山人物 那么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了解的 蒋廷福跟胡思 都是民国时期 留学美国的 著名的学者 等一下了解 把他拉到 那个时候的 一个学术圈里面去 胡思在北大 蒋廷福在清华 两个人呢 这个气味相当相投的 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 要气味相投 不相投是 半句话都多余的 我给你 吴瑟与蒋廷福呢 早在留学美国的时候 就有交集 就有互相来往 反过以后呢 胡思要办一个 独立评论 大家听过吗 独立评论 为什么呢 那是一个国家 面临到一个 新的一个大局 危局 所以呢 他就想办一个 独立评论 很独立的 不是在 完全依照这个 国民党讲话 也不是依照 哪一个党 独立评论 那么胡思 就跟这个蒋廷福 都是发起人 胡思 跟那两个 办独立评论 等一下我慢慢讲到 但是胡思呢 跟这个蒋廷福 有一样相同 胡思以后呢 也做了 驻美国大使 可是呢 胡思一生 基本上 那个等于是玩票 他没有政治的事业 没有政治的事业 他等于是玩票 他最后还是回到 学术界 从头到尾 他是一个学者 蒋廷福就不同了 蒋廷福 是一个学术 跟政治 是两个世界 他有两个职业 这是不同的地方 蒋廷福这本书 1938年出版 抗战胜利了 当然很好啊 他这里面 讲了很多东西 都表示抗战 我们会胜利啊 等于我们会讲的 但是呢 内战之后 大家知道 现在的学问 做学问的人 尤其他们那一辈 讲蒋廷福这样的 政治上 他是跟随了国民党的 所以因此呢 蒋廷福跟随了国民党 到了台湾 然后又到了联合国 去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这么长的时间上呢 他这个书呢 在1949年呢 在大陆根本就不见了 大陆就没有人看了 不是没有人看了 而是 不行了 那个完全是一个 意识形态的时代 那都是讲 马克思的这个 这个历史学派 哪里有他这种 自由派的这种观点 没有了 所以基本上 很长的时间呢 在大陆呢 可以说 蒋廷福 这个中国进来时 在正式场面 没有 不见 可是 1978年 大家知道了 邓小平改革开放 很坦白讲 这样邓小平的开放改革 这个意义 恐怕将来还要好好研究 实在是很大 我告诉各位 没有邓小平的开放改革 我认为 中共 应该跟其他的共产国际里面 成员的一样 在1990年 91年 应该全部 退出 世界的舞台 就是因为他开始了 开放改革早啊 所以 苏联整个垮了以后 中国没有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以邓小平开始 开放改革之后呢 我认为 是开启了中共 也开启了中国的一个 历史的新的运会 那是一个大的运会 将来还要看 现在目前 怎么发展的方向 我们还看 史学研究 可以说基本上从机械式的 科学马克思史观里面 解放出来 所以呢 我发现了 在1978年之后 湖南的越洛舍 他们就 用 纯史 纯文的方式 就是说 要把历史留下来 就把他的书 又重看了 那么后来 到了2014年呢 还有一位 很好的历史学者 叫沈慧斌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认识 认识吗 他呢 就出版了 蒋亭府 中国竟然是导读 很坦白讲 导读写的 很不错的 我跟你讲 当然 他在那个时候 他在国内的话 有一些话 他也不能够讲 讲尽 但是是 很有这个 独立性的 很有这个 一个历史学者的 一个身份 来讲的 沈教授就认为啊 他这一部书 他说这本书啊 半个世纪都过去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半个世纪都过去了 还有很多人觉得 他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 他说 因此 必须把 蒋亭府 中国竟然是 看作是 那一个时代的 学术上的精品 我同意他 这个说法很对 那么 他又说呢 这个五万字的著作啊 可以说是 蒋亭府的 整个 这个近代史 整个思想的观点里面呢 他用几个字用得很好 集中性的体现 听懂了吗 集中性体现 我觉得很对 我很赞成 沈慧彬先生这样说法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 再回头讲 蒋亭府一生 没有留下更多东西 就这本书 而他自己当初说 他只能说 带着他的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 初步报告 当时很不幸 他的初步报告 也就变成 他最后报告 最后报告的话呢 那我们讲 是不是真正就是 初步报告呢 不是的 其实呢 虽然他说 这是初步报告 也正对的 但是呢 绝不是一个 即兴而做的东西 写报纸文章 不是的 可以说 他是后继不发 可以说是 后继不发的 牛刀小事 因为我们知道 他写这本书 是在1938年的 几个月当中 写出来的 那一段时间呢 之前呢 我们必须呢 他为中国近代史 储备 积蓄的 那个能量 很大了 不是说 临时写的 他已经 能量很大的 所以我们 要先讲讲 他的 一些学术经验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能讲得太详细 比如他自己 从小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提出 提出几个年份 给大家注意注意看 因为我们一定要看 近代史的 有几个重要年份 是影响我们 整个生存的 比如说 他是1895年生的 1895年 是什么呢 加武战争之后一年 你看看 一个人生了 加武战争之后 那个时候 他家庭的情况 冲击会多大 虽然不是很 责战争之后 但是影响了全国 所以他那个时候 1895年出生 然后读诗书 他也看了一些 诗书五经 不过我很坦白讲 他自己也承认 他说他五经 他都看了四种 我坦白讲 他可能没看懂 不惜写 他自己讲的 我没看懂 他连写个作文 他都不会写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背的 都不是真正懂的 他那个时候 也看了这个 司马国王的 知识通鉴 可是我告诉你 蒋庭福先生的 中文是远远不如 他的英文的 他从回国回来以后 他又开始 再重读 司马国王 知识通鉴 这些 所以他这个 有西方史学观念 也有中国的史学观念 也有的 他是 你知道他是 生存在那个时代里面 必然反映到 他自己个人的学书 学书之面 1985年 他出生 然后他 祖师俗 然后到1906年 但是1906年 这个年份 也是很不得了 1905年 什么 是废科举的年 所有中国读书人知道 废科举那一年的话 等于是 你一生以前的 这个读书人 我当然不是指所有 基本上 读书人的梦断破了 虽然孔子 朱子以来 教你读书 不是为了做官的 但是 1400年前 有了科举制度之后 我告诉你 学而游 这是一个 很正常的观点 不是一个 歪念筒 这是正常的 你要为天下老百姓 做事的话 不是做生意的 你必须要做官了 你做官才能够 安排性 这是一条 制度上给你 限定的路子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读书人说 路子 没什么路子 你要就不成功 成功的话 就是做官 而1905年呢 废了口举了 这是中国大事 然后呢 他就到那个 1906年 到了湘潭的 长老会的 教会的工作 去读书了 长老会 教会学 那叫一致 他那边去读书 最后呢 到了1912年呢 他那个时候 大概十三十岁 就留学了 1912年出国 又是很重要的 十年份咯 1911年是 辛亥革命咯 大家也知道 当一个人生活在中国 那么大事情 发生的时候 他生命的轨迹 是怎么样起来 就有影响 所以他是 1912年 辛亥革命后 这一年呢 他去了美国 那个时候 他当时很小啊 先到 Park College 然后1914年 到Oberland College 然后到1919年 去了 进入到 Columbia大学 先是念新闻 后念政治 最后决定念历史 这就是他的 整个学术的步骤 假如他做学问 开始的话 要严格讲的话 进入Columbia之后 他是自学开始 以前中学那个 不能讲了 真正走向一个 学术制度的话 应该说他进入到 Columbia念历史 念博士 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在Columbia大学的时候呢 他主修历史 在这之前呢 他已经在美国 在美国 经过了四年的 所谓 Liberal Education 自由的教育 这个很重要 对一个人的养成 很重要的 那么他 到了Columbia大学之后 他就写过 他说 我到Columbia大学 读博士 这是我 留到西 到西亚来的 最后的目标 他就是成为一个 自己在 修书上的一个 一个成就嘛 那么时候 他遇到了Columbia大学 Columbia大学 那个时候很有名 那个时候 比哈佛什么 都要有名 他这个老师 比如说像 老师那个时候 叫做Hays 对他影响很大 比如来 老师开什么课呢 欧洲近代史 中国那个时候 哪里什么东西 有近代史 根本不知道 我们最多讲 唐代 汉代 三代的话 最多以前去 哪里说 还有什么 世界之外 中国之外 还有欧洲的 还有近代史 这个是大开眼界 大家也知道 这个中国的少年 看到 接触到 欧洲的 政治社会史 然后他呢 也从 这个 Hays的 那个文章里面 书里面就知道 工业化的问题 很坦白讲 我们今天 谁都知道 什么叫工业化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什么叫工业化 我告诉你们 现代化 你可以用很多 很多的 描写 都讲得很清楚的 最简单的话 工业化是什么 工业化 基本上 就是机器 那个 那个 那个现代化 也就是工业化的核心 机器取代 人力 跟这个 这个 脑力 代替人力 肌肉 first machine age 来的时候 那就是工业化 开始的时候 基本上 是取代 人力 跟受力 当作 energy 力量 我们以前 车子 人推的 慢慢慢慢 是机器推的 现在 今天 我们今天 2020年的话 我们今天的 工业化是什么 是 second machine age 这个machine 已经不是说增加 我们人力 动物力的 肌肉 而是 感觉我们的思维 这完全不一样 IT 这也是工业化 但是 基本上 是取代了 我们人的 很多思维的行为 所以这个 可怕性 也在这里 心炮熊 你是不是非常 欢迎我们的 new brave world 我不打死 我不打死 我很坦白讲 现在很多事情 我们都是 狭场乱撞 一般说 就可以说 创新 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 就是把 人类 走向很坏的地方 都可能 都可能 当然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是反对科学 不是 不过anyhow 我意思是说 我们是 进入到一个 new brave world 而当初 假如中国 不进入machine age 不进入 近代化的话 那当然 我们永远停留在一个 很落后的 一定是落后的 落后的 一个农业文明的时代 那不可能 所以 蒋庭福 我告诉你 他在那个美国 不但经历了 这个 自由的教育 然后又读到那些 比较 绝对想不到的 有这些 静态化 工业化 这些东西 他不但看到 不但思维到 同时他体认到 这个跟他回头来 看中国历史 很不一样 我告诉你 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说 有的国家领袖 从来没出过国 眼界是差一点 这个话 不是乱讲的 你真正没有去看到 世界之大的话 你以为我是最大的吗 想不到别的地方 进步得很厉害 都有 这个是 我们一般的 考虑考虑就可以的 所以他因为在 美国大概这么久 然后又 争取体会到 美国的 一种现代的 社会的生活 所以他就慢慢感觉到 什么叫现代 什么叫近代 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在 清末的时候 很多人真不懂的 不可 不能想象 什么叫还有个 现代的社会 近代的社会 没有的 一个人 没有办法完全跳出 他所出的时代的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以为 有些人聪明的 不得了 那个叫不可能的 不可能 好 因为他体验到 这些东西 在国内的 传统的读书 碰不到的现在 所以他呢 1923年回国以后 他带回来的 不是书本上 很简单的 那些知识而已 他观察到 我们中国在这个世界上 是什么位置 他要了解 所以他呢 1923年 从美国回国 回国以后 他首先 在南开大学 大家知道 他在南开大学 做这个历史学教授 做了六年 可以说 他开始可以 专注于 中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 那么 收集中国 外交史的资料 非常清理 这些东西的方法呢 都是在 科伦比亚大学 读书的时候学到的 怎么样找 现成的 外交档案啊 什么什么 那么等到 后来呢 不久的话呢 罗佳伦在清华大学 也请他过去了 所以他后来又转到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时候 那他是 更觉得开心了 为什么呢 他这个 又开始 收集什么 清朝档案啊 这个你不要讲 当时的话 好像别人说 你这么 花那么多钱 去 精力去 他认为要研究 中国的近代史 你就一定要看到 清听档案 不能够就是 随便 这个判断 不行的 他就编了一个 叫什么 中国近代 外交史 资料 七要 很大的 他编的 那么这个编东西呢 我最早的时候知道啊 是我的老师告诉我的 我的老师 叫普学凤 你们未必 知道这个人 其实这个人呢 在清华大学教书 那个时代吧 我认为有两个人 写中国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啊 不是哲学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 写西方政治思想 最好的 两个人 一个是萧公权 一个是普学凤 普学凤写 近代思潮 普学凤就认为啊 蒋庭福这个人啊 他跟他 是好朋友 同时呢 在一起工作过 他就说 假如 蒋庭福啊 不做官 医生都是在教学 医生专心于住宿 他将来在历史学界的地位 比有不朽的贡献 就算是今天 他没有留下来这些东西 但是呢 就他看所编气的 编的 中国 近代 外交史这个七要呢 有三卷呢 他说 这个也可以 传识 不但这就编了 当然编的话 讲编书的话 我们 我们这个大学文家 这个老夫子 资胜仙师 孔子这样 说而不做嘛 也差不多 有点编书的味道 但是编到底是编 不是著作 编到底是编 不是著作 所以呢 我的老师普学峰认为呢 他就算是这个 没有这个 这个著作那么多 他的编辑的资料 也可以传识 不过我今天就讲的 我的老师也 少为太悲观一点 实际上 他这么小说 也传识 也传识 这是我今天讲的原因 罗嘉伦 在1929年 这些年份呢 大家都要回头想一想 都一百多年前了 一百年前了 1929年呢 罗嘉伦做清华大学校长 那么他就请蒋廷福呢 去做历史系教授 兼历史系主任 在清华的时间呢 他就第一次真正发现呢 要写中国近来史 他说 他说我现在太快乐了 他说我居然发现新大陆 做询问的人呢 要发现新大陆 那你太好了嘛 哪里天下那么多新东西给你 他说我发现新大陆 他说这就是中国近来史 当然那个时候 没什么近来史啊 大家了解 没什么近来史的 他那个时候 都是讲过去的东西嘛 他说我发现新大陆 所以因此呢 他就大量的找资料 刚才不是讲了吗 因此就编了个书 而他呢 在这个清华的时候啊 收集这个清朝的档案啊 那是可以说是了不起 而他在清华的时候 做历史系主任 他又邀请了一般 中国第一流的学者 参加历史系 我念几个名字 你们也知道 比如像这个 雷海忠 应该不错的吧 陈英雀 那没有话讲呢 姚崇武 吴涵 萧一山 柳寿明 张贵勇 这些都不是 第一流 而他自己呢 就叫外交史为主 而他外交史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哎哟 要研究外交史的话呢 牵涉的方面很多 就必然研究到 那个时代的历史 不止外交史而已 所以因此呢 对社会经济 也开始浓温 而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了 中国传统写历史 这个不好 怎么不好呢 他说 过去的写历史的 不过是写历史 致死书啊 就是过去的书 然后你研究它 就变成历史书了 然后呢 而不是真正致死 他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写东西 都是用第二手资料 而不是用第一手资料 就你根据哪个书里面 你讲出来 而不是真正这个书背后 资料怎么形成的 没有 他就说 过去的历史学家 太多的人是 自死书 取代了 自死 自历史 而他真正讲 简单的话就是说 要找第一手的资料 要找原始资料 来构成你历史的一种想象 不可以 单单是 看到别人写了以后 你再来 二手资料 去相信一些 他们的说法 这个呢 我可以这样讲吧 这就牵涉到 这个 中国当时 包括这个 特别是 富士年为主 就对历史的看法 那就是说 他们说 要科学实观 要讲科学 比如像德国的 rank那种观念 德国史学观念 因此呢 李济志你知道 李济这个人是在考古学上 是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李济志这个人是 非常眼光 眼睛长在这里的 看不起什么人 但是呢 他说呢 讲到奖廷府的时候 他说 我必须说 我们那个时候 拼命也讲 科学史观 最主要是 我们要寻求历史 第一手资料 你知道 考古学家的东西 都是第一手资料 开这个 风气 怎么样形成一个风气 来找第一手资料的 清朝的档案啊等等 这个开上风气的人是谁啊 他是在整个我们 在北京那个人 他是这个 他是奖廷府啊 他不是说胡适之哦 他是奖廷府啊 不是说胡适 胡适年啊 他说奖廷府 可能是最早开创风气的人 李济志讲这个话不容易哦 我看你 这个人是 不会跟你好颜色看的 你知道吗 很坦白讲 像李济志现在 他们这种历史观 跟那个钱穆先生的观 是非常不对的 很不对 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 他特殊的成就 这是好问题 但是他们的观点 是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他收集了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后 他写一些专文 就是monograph 比如他写 齐善与鸦片战争 那个就是 完全从档案里面找出来 齐善当初代表 英国大清政府 怎么样跟他们来往 然后呢 他就写 李鸿章 这个三十年的 一个他的作为 对他的评论 然后又写 最近三百年来 东北的外患事 患病的患 外患 内忧外患 所以蒋经府 其实已经把那些 一篇一篇文章都写了 齐善的这个 鱼鸦片战争 李鸿章怎么样 怎么样 我告诉你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 真正 最第一个肯定 这个李鸿章 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就是蒋经府 他认为 李鸿章是 十九世纪 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今天谁 哪一个搞政治人 都怕 我不想做 李鸿章 但是 你这个签约 当然倒霉 你马关条约 什么条约都他去签了 但是 这个 闯了祸不是他嘛 是不是 但是 所以你一定要有人 来把它 收拾残局嘛 所以他认为 李鸿章 是中国十九世纪 真正能够看懂 最早更多 日本明智卫星 是什么回事 不容易哦 你要知道 日本明智卫星 你中国的看 他们怎么会那么成功 他能看懂明智卫星 不简单 所以历史 要见识 要看到了 这叫史诗 广东话 史诗 这个两个 普通话也不好念 史诗 这个我可以这样讲 所以他呢 对清朝亚片战争之后的 已经很多专题 他都已经研究过了 所以专题 放在一起的话 就是主要的论主 而他呢 这五万字啊 不是因为现在时间空了 我就清楚写一写 不是 那老早是后继 播发 是一个非常大 庞大的一个系统里面 很集中性的 把他观点讲出来 这不是一个简单 所以为什么 这个东西值得看 道理是如此 我们说他是开山之作 用我的观点 他开山之作 是不是因为 他讲科学史观 是不是因为他提倡 用档案 是不是因为他开始用 收集第一手资料 讲这个 创新的话 是不是 是 但不是 不是完全 他这本书 所以有一个新闻 他带了很多新的观念 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不是讲吗 你看过西方 讲工业化的事情 就知道 工业对一个社会的 一个影响怎么样进行 你看到西方讲的 帝国主义 中国开始不知道 你这个洋人来打仗 根本还不知道 什么帝国主义 是怎么会施行 他就了解 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 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他有一个 一个完全背景知识 来施政他 对世界的看法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今天 我们谈很多事情了 有的时候 也是在谈 自己不懂的事情 因为不容易 不容易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就是讲 全球化什么的话 老实讲十个里面 包括我 九个都不一定看通的 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真正是 现在当然 香港都站在一个世界 比全球化里面 一个中心地带之一吧 当然我们对 全球化的了解 可以多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 真是一个历史学家 要研究东西 研究这么大 到底怎么样 不一定知道 不是这么简单 而他在那个时代 在今天我们看起来 简单 但是那个时代 他那个时候的人 怎么简单 当然不简单 这个很简单 他之所以开山了 为什么他这个 苏式开山 就有了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认为 就是因为他了解到 西方所讲的 工业化什么意思 他了解到西方 所谓祖国主义 就是nationalism 是什么意思 nationalism 对中国 初年的时候 那根本也是一个 卖身东西 孙中山开始革命的时候 也没有nationalism 也只有祖国主义 只有什么 反清复明 或者是驱逐打扣 那还是到最后才有 才有五族共和的nationalism 才把中国对外来看 所以他的革命 也分几个阶段的 不是一下子 就把事情完全看透的 所以呢 蒋庭府的东西 我告诉你 他基本上 我认为 已经排除了 我们讲的 种族中心 文化中心 那种天朝观点 历史 因为你从中国的观点看 西方怎么打进来 当然 由于一套我们的看法 但这个不能够了解到 中国的近代史 研究中国近代史 它是彻底的 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中国的 祖国主义的中心思想 跳出来远看 看个世界格局 到现在为止 我们很多很多的政治家 很多很多的政治的学者 也没有完全能够跳出 祖国中心主义 要了解到祖国中心 没有问题 一定要 但是绝不能掉进 祖国中心的一种冷淡 那就很危险 所以呢 他写中国的历史的话呢 我认为呢 就第一次真正看到了 他为什么把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近代史开始 很坦白讲 因为鸦片战争开始以后 中国才有初步的 初级的工业化 才有最早的 第一阶段的 国防现代化 国防啊 你枪炮什么 对抗西方 那就是国防现代化 但国防现代化带动的 比如你 电报啊 电灯啊 都通通进来了 而这个就是 中国的民族经济 也开始发生 这种观念呢 你不是 真正他像他一样 经历过西方看清楚 要完全突然自己 看到 哦 原来我们这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 不简单 所以我们以后对 以前的人呢 看一些问题啊 不要那么很简单 插进 怎么那么笨 不是那么 不容易 要看出来 我告诉你 他把 鸦片真正 看作是中国 进入到一个 近代的一个 关键的时刻 这个等于说是 中国跟西方 整个的社会 跟世界的外围社会 一个大的 uncounter 一个会 会见 中国过去并没有 真正的会见 这是真正会见 然后就发现 中国中心是 没有路子 是什么 不行的 你看中国的话 你自己老大 没有用的 你一定要看到 全世界怎么看 在这个情形呢 可以说是 中国慢慢进入世界 不只是 真正的 大家来往 观念上 中国进入了世界 世界进入中国 所以我们现代的人 很坦白讲 比较运气 我们都比前人 是要聪明很多 因为我们经历过 经历过东西 当然是不一样 这个 谁管我的时间 这是哪一位 他走了 他走了 你见记了 糟糕 他说还有才十五分钟 我这个还没开始讲 我才讲了一点点 不不不 为什么呢 我没讲往一旦 大家去买我的书看 不是 我再继续讲 不不 我没想到 想得这么快 因为 因为 最主要我没讲 我一定要讲 讲完 蒋庭府 他看到了 亚片战中里面 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朝廷 不但中国的朝廷 中国的社会 就在野 中国以前讲 在朝在野 中国的朝廷 中国的社会 在野的 怎么应付这西方东西 哎呀 他看到真是 因为你知道 在中国生长的人 不一定知道 他已经外面看回来 不行 他怎么说呢 几乎中国到了 要亡种亡国 亡种亡 亡天下 什么原因呢 大家想不到吧 中国这么 天朝大国 怎么会被 英伦三岛 小国家打败 后来知道 英伦三岛原来 这么小的 怎么不被他打败 不可能 有一些 有知识的知识分子 真是觉得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拜了他还不相信 这个是根据 自己的想法 怎么可能嘛 但是呢 有的人说 有可能 看到一点可能 他的枪炮厉害 他的枪炮厉害 没想到 我们中国其他东西 有什么不对的 还是好的 所以呢 我告诉你 像那个曾国梵 像这个李鸿章 他们发动 这个洋务运动 自强运动啊 实际上在 那个时代里面 一定是了不起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假如我们生活在那时 我们可能灭他的看法 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 那么 这个蒋天福呢 就说中国啊 这个 在那个时候 基本上 还停留在一个 农业的 下面这个话 中古时代 中古时代 根本没有进入现代 他叫中国 这个跟冯友兰讲 中国哲学 也是过去都是 中国时代 很多人不同意的看法 但是他们 他们两个之间 在这些不同的意见当中 我们 我们自己也想想看 像蒋天福 认为 我们 亚边战争那个时候 中国还停留在一个 中国时代 中国时代 当然有没有 不是现代嘛 这很简单 停留在还是一个 中国时代 观念上是说 我们的社会组织 比如重视这个 家族啊 这个家乡的观念啊 孙中山家乡 我们根本还没有 没有一个民族的观念 中国的观念 没有的 很坦白讲 我们今天 中国人恐怕 多多少少 都有很强的 都有多多少少 民族主义的观念 而这个民族主义观念 我认为 最主要强化起来 是八年抗战 要不然还不会这样 要不然这真的 以前黄朝时代的话 哪里说是国家 那根本就是赵家天下 跟什么李家天下 打来打去 这个事情 什么是中国天下 没有 李家天下 赵家天下 满清的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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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人的天下 不是我们汉人天下 是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们时代 观念的东西 跟现在真是很不一样 我告诉各位 他说我们停留在一个 中国时代 好了 鸭片针 长话打败了 他说 那怎么办 他就说 我下面几句话 要被他输的 主要的观点 他近百年的 中华民族 根本上 只有一个问题 近百年 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中国人 能够近代化吗 用我的话 能够现代化吗 能够赶上西洋人吗 能够用科学和基建吗 能够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 而组组织一个 有近代化的民族国家吗 能的话 他说 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话 我们的国家 这个民族 没有前途的 因为世界上 一切的国家 能够接受近代文化的 必定会富强 不能够的 一定造的惨败 毫无例外 这是 大家不要说 他是1938年出版的 他的观念形成 已经更早了 今天已经80年了 他意思说 他看中国百年的话 这是我很背负他的地方 中国整个近代 一个大问题 能不能够近代化 今天我们很高兴 今天不管大陆怎么样讲 他还是强调我们 要这个现代化 那个现代化 很坦白讲 你中国人 现在不能够现代化的话 你在世界上很难立足的 很难的 何况 真正的现代化 我讲的 追求一个 现代文明的持续 那就是各方面的 学术上的 艺术上的 政治上 都要有现代文明的 这种机构 但现代文明永远都是在 不断地在完善当中 你说美国 民主文明 两百多年来 可以说是 讲民主国家的话 它是最古老的了 它最新的 但是它是古老 当然英国 它觉得可以 也可以说得更久一点 但是美国两百多年的民主 你今天看的话 问题还是很多 这几天你们有没有看 那个美国大选 一定会看吧 因为什么 彼此影响太大了 不是说他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有关系 在现代化是一个 全球格局 真正是互相依赖 很有关系的 不是说 他们的事情 我不管我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蒋平福的利润呢 他基本的立场 他的学问里讲 中国必须要现代化 中国才有前途 他说 帝国主义 对我们的压迫 他是看到的 他知道帝国主义 你当时很多人 清朝暮连 很多人对帝国主义 不了解 但是他是懂的 他可能被大家都读到这些书了 都知道了 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 就要看 我们中国 能够提出 什么样的抵抗的方案 他说 我现在研究近代史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 帝国主义 对我们压迫是 绝对事实 为什么压迫 怎么来 我们就不去想来 他对我们压迫是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只因此想起来 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他 那他做一个研究近代史 就看看 这一百年来 我们中国在朝在野的人 怎么样应付 怎么抵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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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迫 来自西方的压迫 因此呢 他就认为 在他观点看 中国近代化以来 有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 有四个要促成中国 现代化的方案 他就要看 这四个方案 是不是做得好 是不是彻底 为什么失败 他就研究 这本书就是分析 四个救国救民的方案 四个要求中国 去走向现代化的方案 一个个失败以后 他的教训是什么地方 他就讲这个东西 第一个方案 我就很简单讲了 因为时间关系 你还是注意我的时间 你告诉我 因为我虽然 这个 觉得你在打捞我 但是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 在帮助我 所以呢 你告诉我 然后我多点时间 跟大家讲 因为我讲明 滴滴的缺缺 因为我现在讲了一半 差不多 这个 讲完是不大可能 但是呢 大家 我又要做自己广告了 还有五分钟了 那你又浪费了我一分钟了 谢谢 好 这样子 他说 不好 不要 我这个人非常讲究 现代化的人 讲这样 现代化的时间 重要一个就是 时间关系 我们以前的话 什么时候见面 他一块下山的时候 我们见面吧 日出而作 日末而细 现在是中标的 Machine 我不是讲Machine吗 Machine Age 已经一百多年前开始了 这个一个是 雅片战争方案 杨泽曼方案 他认为呢 是不彻底 为什么不彻底 是他们自己发现 那个局面没有到 没办法彻底 还有老百姓 根本没有这个准备 简单这么讲 很长 很多人 第二个方案是什么 第二个方案 你知道家务战争 家务战争 就是震动了读书人 哇 英伦山岛 他多大 我还看不到 福桑山岛 这个日本的山岛 这么小 把我们打败了 中国人一向都是 小日本 这种自大的心理 很久了 被他打败了 哎呀不得了 所以这一项呢 武序 武序变法的话呢 真正说实在是 知识 知识分子 养屋运动还不完全 知识分子 武序变法真正知识分子 康尤维啊 梁启超啊 你看还有广东 那个 谭世彤 谭世彤这个人啊 他死的时候 才二十多岁啊 这个人 不得了 这个人的 这个思想 当然有些 学理不一定 我会同意他 但是这个人是 这个才华很高的 死的时候 你看 我自魂道 我向天笑 哇 这个气泡 所以我每次看到 革命志士啊 写这种人 就是要死的话 从我开始 这种观点 我每次看到这种观点 我说这个 这种运动 最后一定成功的 他自己不一定是 一定成功 因为有这么大的一种 精神力量 那你怎么可以不成功 林决明 王花刚 其实历史 你看林决明 写给他妻子那种话 他能够写出这种话 生命不信鬼 但希望就有鬼 然后我可以跟你见面 这种是 小爱大爱都有啊 这种心事当然 你他们反对的东西 一定走 没办法 你这种 这种心里面 基本上 已经不能接受 你这种东西 不止一个人 时间过得那么快 怎么办 自强运动 不够彻底 大家知道 自强运动不够彻底 不够彻底 我没了解 这是第一次的 这个国防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又彻底失败 是家务战争 失败了 你这个国防 搞得这么一位 这条军舰的 这个动位 动位 我们打过日本 我们很多 从英国 从德国买回来 以为一定可以打 但是我们整个的 操作 operation management 不行嘛 所以一下 就全部崩溃了 所以呢 我跟你讲 因此呢 他就说 他有个第三个方案 中国第三个方案 什么呢 这是我跟蒋先生呢 不同意的地方 我把它改掉 因为我相信他活的话 他会同意我 他说什么 他找第三个方案 什么 救国救命 他这么讲 救国救命 为中国这个推动 现在化 他把 他把 权匪自乱 就是 那个 那个义后团 他把义后团 看成第三个 救国救命的方案 这个跟他的 这个整个论述 有 有问题啊 我说 这不是不对 这个不对 所以我把它改了 因为你知道 boxing这个 这个自乱 就是梗子自乱 恰恰是 梗子 跟中国 现在过去 几个六十年 六十年 梗子年 今天也是梗子年 梗子年 你知道 那个时候 西太后是 恨透了这个洋人 很多的洋人 基本上 是站在光绪这边 因为西洋人 现在我们看 哇 你这光绪 不是也是勾起外国 你这个时候贼吗 不是 西方人 他认为就是说 要跟中国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 需要这样的人的话 我们才跟你 可以有一个正常的 文明的来往 否则说 你动不动 就是找人来杀人 这个那些人 怎么能够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 不可能 所以呢 那个像有一些混球 那些清朝的那些人 什么名字 我查一下 蔡奇 刚义 这一半人看到那些 权匪 说刀枪不入 哇 这个 带个 让这个 这个 池带后看 提到那高兴奇 那枪炮 我们就怕枪炮 枪炮都无所谓 对你 无所思的话 那不是很好吗 你说是不是 刀枪不入 那个时候 观点是很准的 我再举个例子跟你讲 有的人发现 英国人 英国海军 上岸之后 哇 他都穿了那裤子 别直的 你知道 海军军 很像一样 他们说 我们有破他的方法 就把路上发了 黄豆 他一刷下去 他直的话 他起不来的 对于这种说法 还有那个时候 说要禁止外国 跟我们通商 这个当然我们了解 是正常的 进你们进来 然后呢 居然禁令 不许买中国的书 不许外国人买中国的书 怕他们 把我们岛被偷去了 你看 这个又不是 知道原子弹的秘密 中国 宣扬中国好的文化东西 你说怕外国人拿去 所以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我告诉你 真是所谓 学是一件事情 知识识 识是太重要 史学家没有史舍的话 不要谈 你史才再高 史学再生 你没有史舍的话 你不行 要史舍 所以呢 第三个方案 它是 西太后 就是西太后 居然开预前会议 开了四次 决定向八国联军宣战 他主动宣战的 你不要弄什么 但是结果呢 结果我们当然 烧这个教堂啊 团教室啊 其实也只是 不过是把那个 德国什么一个 就是那个 杀死 其他伤害不多了 但是一下子来以后 就定了一个薪酬条约 你知道薪酬条约 中国赔多少钱 四万万五千万两啊 整个国家的GDP 那个时候是 十分之一都不到 就你GDP整个全年 一年给他 两年给他 三年给他 都不够 中国怎么 怎么 什么生活呢 所以后来 你也付不起 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就把海关的 什么 那种 收的钱 他们的管海关 就变成这样了 中国 在那个时候 你现在想想 真是不像话 哎呀 时间到了是吧 我想还有一个 你们讲 这个时候听着 听着我讲这个 很有意思的话呢 你们就是到此为止了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 下面真是多 下面我再讲一分钟 他蒋庭福一生呢 是两个世界 两个志业 政治跟学术 他两个commitment 都一样深 在我认为 都一样深 非常非常坚定的 从事学术事业 同样对于 做公务员 做外交官 一生奉公 守护法 完全是没有什么动用 他一生呢 是基本上 受治愈于蒋介石 第一次蒋介石 找他去的时候 他就跟他的朋友讲 他说我今天 去见一个伟人 很少 很少自由派学者 把蒋介石看伟人的 自由派学者 都看不起他的 都看不起蒋介石 他认为他是伟人 他认为他 基本上应该是走 这个当年 土耳其 卡末尔的路 是那种独裁 开明独裁 中国假如你完全 开放的民主 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人 那个时候 他胡思想自由 这个蒋介石 讲独裁 不是的 他的意思 中国在这个 过程当中 有真正 要把这个 人民的教育 要提高 要彻底的 这个 要开始现代化 不只是说 只是拿枪炮而已 所以我这样讲 蒋介石一辈子 基本上 他的两个资源 要想完成一个 大数 中国近代史 结果 没有机会了 退休以后就死了 退休那一年就死了 那么他呢 在政治上 不要忘记 他是跟国民党的 那你在国民党里面 做的事情的话 在现在 中国大陆的观点来讲完 你这个完全是 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一生不是 没有意义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就要讲一句 现在中国人 活在 活在历史上 这个历史 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要写历史的话 也不是中国人 单单自己写历史 就够了 大家都写的历史 蒋丁甫 他作为一个 一个外交官 他里面提出 当初怎么样 控制这个苏联 等等 这种价值的话 永远存在的 不会因为 他是国民党这边 他以后就没有了 不能这样讲 不会 因为将来 就算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 也会了解到 他当年讲那个 批评苏联 是对的 所以他有两个生命 学术生命 政治生命 因此他到底是学者呢 还是政治家 有一次李继 跑到那个美国 在他那个大使馆的 那个住宅里 最后要走了 他就问 他说 你觉得这个一个人呢 好像是写历史 不 你觉得一个人 做学问家 这个得到生命满足多呢 还做一个政治家 做了很多事情满足 结果呢 蒋经府就打他了 他说 记者啊 你觉得现在大家 记得司马迁的人多呢 还记得张迁的人多呢 他的意思张迁是公啊 那个 那个 那个是 学问吧 你其实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不过 我觉得 其实他是比较倾向于 希望做司马迁 比较什么 所以我这个书最后 最后两 几句话 读给你听 就结束好不好 对不起啊 因为 很多精彩东西没讲 我很公平地讲 我很公平地讲 我最后读最后一段吧 我蒋经府先生在1965年 卸政退休后 同年就因病 实时于纽约 永远失去了 从此 重新拿起 使鼻 完成他心中的 中国近代史大叔的宏愿 没有了 从此没有了 这是 曾是蒋经府的 毕生 长汉 遗憾 但也是因为如此 蒋经府这五万字的 中国近代史 就更值得我们争取了 就这么说 毫无疑问 我说啊 中国近代史 问世到现在为止 问世迄今啊 已经是经过了 近百年的风商的 考验的经典之作 下面是我的观点 人 人因书 可以传 书因这个人 也可以传 人书 共可传世 谢谢各位 感谢金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说 现在进入互动问答环节 由我将为大家读出 大家列出的问题 请金教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好 不要 好 好 请问金教授可以了吗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讲世在著作中 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评价甚高 时至今日 两岸三地的学者 或历史爱好者 对孙中山评价差异甚大 请问金教授对此有何看法 完毕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 我下面讲 好吧 你这个就没有限定我时间了 我随便可以讲 其实蒋经府呢 他认为 近代中国救国救民方案 第四个方案呢 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就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我举个例子 辛亥革命 孙中山带动 辛亥革命是相对谁 是相对当初 康梁 康有为梁起哨推动的君主立宪 很多当初的知识分子 基本上是不同情 这个孙中山 还是同情 康梁多一点 就是康梁的君主立宪 各位 你们这里大概对历史有兴趣 我这里讲一点 稍微离开一点问题 中国两千年的以来 就是秦世王以来 我们推行的是一个 帝制君主制度 帝制啊 帝国嘛 我们是个安排 帝制君主制度 这个制度定了以后啊 我们两千年的读书人呢 再也没有一个人 问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国体吗 就是 今天大家都知道 民主民主 为什么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 提出国 两千年来 没有一个人 提出国 只有到了 加武战争之后 大家看看旁边 日本君主立宪 我们也考虑 君主立宪呢 我告诉你 慈离太后开始都答应的 因为他派 那些大臣到外国去考察以后啊 那些大臣当然没讲到真话 那些大臣也不见得完全都懂 就告诉他 他说你这个 那拉拉斯这个清朝的种族啊 万事一系 以后一直下去了 你们宫廷嘛 都是你们的嘛 什么外面的事情 让别人去做去 就是内阁嘛 那这个拉拉斯就是 慈离太后说 那个不错啊 我以后 我全部都是我们家族的 所以这个情形呢 君主立宪的那个时候 观念被接受的远远多过 共和革命 中国可以不走共和革命的 现在到很多学者都说 就是搞共和革命 把中国搞坏了 假如君主立宪多好 有啊 君主立宪呢 基本上大家是肯定 晚清新政你知道吗 晚清有个新政啊 我提出第三个方案 就是跟那个 修正这个蒋庭府的 那就是包括晚清新政 晚清新政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废除的科举 包括成立学校 在这个阶段当中 就是我最近二十年来 退休以后一直讲的 中国整个的学术世界 发生变化 什么变化 我们过去两千年 是以经学为主的 经学 四书五经啊 四书也是经啊 经书啊 经书是什么开始的 很坦白讲 先秦时代没有经书啊 先秦时代是子学时代 孔子的话 跟这个庄子 都平等的 韩非都平等的 所以我们叫做 诸子百家 百家真名啊 百花 就子学时代 就到了汉代以后 董聪叔说 我们要独尊这个 这个鲁学 霸卓百家 这一下子搞的话呢 鲁学就变经学了 他不再子学了 他是经学的 经学里面呢 就要靠六经 六经当然 因为音乐 月经没有了 就是五经 到了宋代的时候 朱熙开始又加上 这个四书 就是四书五经 所以2000年以来 1500年以来 我们的读书 太学 大学里面 都是讲经书为主的 宋代之前就是五经 宋代之后就是四书五经 随代之后 所有的科举 就是考四书五经 当然 也有一些作文啊 师父这些有 但主要是四书五经 所以我们是 2000年是一个经学时代 经学时代里面呢 我们的政治制度是 弟子君主制度 我们的讲的是 天刚 三刚五常 主要的我们的人间伦理的 持续三刚五常 这个情形到了后来 到了晚清的时候 觉得不行 我们的科举啊 培养出来的人才 搞经济 经济不懂 搞外交 外交不懂 搞军事 军事不懂 那你 你怎么样 应付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的事情 所以觉得 我们要学西医学 我们要学西医 西医学西医 就这样子进来了 1898年的话 我们成立了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 就很多 很坦白讲 就西医学进来 因为日本开始 很多西医学进来 西医学进来以后 到了 到了这个 这个 辛亥革命的时候 孙中山做了大总统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 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大学令 全国以后 废除 经学科 这是我们2000年来 经学科是 永远是招募人才 治理国家人才来 经学科 废除了 废除经学 那是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的时候 是把经学科废除掉 大家不要弄错 以为是把经学科 就把鲁学从没有 不 鲁学等于是回到当年 当年子学的位置 你孔子就是孔子 庄子庄子 跟你在一起 你不是因为你高高在上 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 在参元培首里面 出现了 中国第二次 更宏伟的 子学时代 为什么呢 那个子学不只是 把中国过去的 几个子 通通可以引起出来 西方的也进过来了 苏格拉底 亚历斯托德 Shakespeare 米尔顿 通通都 全部进过来 都是当时的子学时代 所以我会说 那个时候 轰动一次 这样的情况 你那个 你现在不管我时间 好了 我为什么说 要给我多点时间 讲一讲 因为跟有关系 孙中山呢 他提上的是 共和革命 这点时间 梁启超呢 他们是军主力先 为什么 我讲过嘛 两千年来 没有人考虑 应该有什么新国体 现在发现 要有新国体 新国体 经国体的就是 君主力先 结果呢 清朝某年 西太后死了之后 你知道 清朝又出现一个 满清的内国 就是七个人 八九个人 差不多全部都是满清人 大家听懂没有 都是满清人 自从太平天国 被曾国藩他们 打败之后 满汉共治的天下 已经形成了 结果你看 西太后走了以后 居然那些 蠢蛋的 那个 留下来的 居然 搞一个内国的话 搞内国就是 可以搞 君主力宪嘛 搞内国的话 都是搞清朝人 所以我想 你今天问我 中国可不可能 走向 君主力宪 不可能 一句话 因为当时的皇帝 是满洲人 假如你是汉族人的话 这个可能可以 你满洲人做不到的 那这是历史的 所以孙中山 共和革命的话 很坦白讲 那是彻底的 把中国的 政治持续 政治宇宙 翻掉了 那就出现中国 没有皇帝的中国了 中国人太习惯了 怎么可以 没有皇帝啊 好像等第二天 出来没有太阳 这不习惯嘛 不 这是政治的习惯啊 两千年 都是有皇帝的嘛 所以我感觉 孙中山 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 这个特殊的人 蒋庭府呢 认为呢 他提出来的 就是有道理 可是蒋庭府 为什么说 孙中山 还更了不起的地方 什么 他看到他 建国方列里面 提出来啊 整个的政治 国家政治 要分三个阶段 政治发展 军政 训政 然后到宪政 这是我最近几年来 非常非常重视的 一个论题 当初 梁启超批评 这个 什么 孙中山 你搞这个 共和革命的话 他讲到天下 血流成河 老不信 愚昧得很 怎么可能 搞民主政治 蒋庭府 说 梁启超 你错了 孙中山 就是因为看到 这个 一般的民众 根本没有准备 生意民主 所以要有一个 军政时期 到训政 训政就训练你 怎么样可以 做一个国家的主人 而我的观点就是 一个革命政党 拿到权利以后 怎么样 有个退偿机制 就是还政于民 这就是限制 还政于民 其实这个很了不起的 我跟你讲 金教授 严格讲起来 这个 孙中山的这个计划 我认为 不要再争了 说我们是不是可以 走君逐立宪 就不要搞这个 共和革命的话 今天 没有中国可能更好 这是一点 但是我告诉你 君逐立宪就不通了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按这个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